好 我們也講了很多笑話 那電腦他也故意當機要讓我們大家再多聽一個 那我們現在接著來看我們的 我們剛才接著我們要講講說 預算書 預算書我想很多人都聽過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沒有見過 那其實預算書的樣子大概就是長得這個樣子 我們知道說預算書其實像以立法院來講 這個中央各部會所編的 那個預算書不是只有一本 除了行政院以外 教育 內政 國防 外交每個部會都有 然後再來下面 所以像這一個可能到9月份要下個會期開議的時候 之前可能8月份的時候 你會看到立法院的工友會用推車 推了很多都是一兩百本的這個什麼 這個預算書到每個委員那邊 那預算書都是很多本 但是預算書雖然很多本 但是他大概就是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我們要看說一定是說 你是哪一個年度的預算書 比如說這是去年的 104年還沒有出來 所以這是預算書 那這是什麼 中央政府總預算 然後什麼 這是哪一個單位 那我自己這個立法院這個預算 哪一個單位編的 那這是一個 預算書雖然是很多本 但很多 數量很多 但是他的內容幾乎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個什麼 封面 封面就是長的這個樣子 那他裡面的內容呢 他裡面的內容 預算書 每一個單位編的預算書 他可能內容都不一樣 可能有的很厚 有的很薄啊 你說像立法院這個可能 因為他相對比較單純 單位比較 所以他是薄薄的一本 但你說像經濟部交通部 那個預算書一本都厚厚的一本啊 但是不管說他的內容的多寡 或者什麼 他的內容都不外乎有這幾大項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預算書裡面的內容 大概第一個就是 總 預算總說明啊 那個我先插播一下 因為這個可能有時候要抄也不好抄 我也把這個這個powerpoint 這個放在我們那個工作同仁那邊 如果需要的時候 我會請他們 你們再給他copy一下這樣子 因為我想這個就也沒有印給大家 因為這個都有電子檔這樣子 你們可以自己看 那預算書裡面的內容包含了什麼 大概就這三部 第一個就是什麼 總說明啊 第二個的話就是主要表 第三個是什麼 戶書表這個 所以預算書他的編製方法 隨便可能內容也不一樣 但是都可以分成這三大類啊 那總說明主要表還有戶書表 那總說明是就這一個你預算書裡面 你這個是一個什麼單位 你機關的名稱性質功能 這個做一個說明 還有你什麼編製 一些什麼敘述的一些說明 這總說明 那主要表裡面包含的 都是包含這三個主要表 一個什麼稅入來源別預算表 還有稅出正式別預算表 還有稅出機關別預算 它包含稅入跟稅出 但是稅入只有別人一個什麼來源別 但是稅出的話是一個什麼 正式別還有機關別 正式別就是說你這個單位 你明年度你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叫什麼正式 那機關別的話就是你下面的話 比如說像內政部 內政部下面還有很多有 有副證署有什麼那個副證司 什麼警證署很多 所以這個就是機關別這樣 那附屬表的話就是這預算表 主要表裡面的一些細目的東西 它在編一些什麼 各種的這些都叫附屬表 那這附屬表的內容 就五花八門就很多 但是它的預算書 任何一本的預算書內容都不外乎這些 那我們來看 第一個總說明的話可以看出來 這個我只印第一頁 它其實裡面還有很多就是 大概就是說把這個什麼 現行的法定資料 這個機關你做什麼 那你要做什麼 你這個單位以後你要做什麼 你下一年度你施政計畫什麼 都在總說明裡面做一個交代 做一個敘述這樣 因為你有這個說明的話 這個立法委員在審查的時候 才可以知道說這個單位是 大概是怎麼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主要表 主要表我們剛才講說 主要表有幾個表 三個表嘛對不對 那三個表到第一個是什麼 稅錄來源別 稅錄的然後是什麼來源別 就是說你這個稅錄來源別 你這個單位來講你稅錄有多少錢 那你這個錢從哪裡來 這個就是第一個表 那第二個表是什麼 稅出 那稅出正事別是什麼 你要做什麼事 你這個是要做的哪些事情的話 按事情來分類 這個是要稅出正事別 那再來的話一個是什麼 稅出的話什麼 機關別 那這個就不是按照你要做事 而是按照你這個單位裡面 那裡面有哪些機構這樣子 那 互數表 互數表就很多啦 不同的機構各種不同的互數表 那像我們這裡舉個 這個 像這個的話就是稅錄項目的說明提要 它就是說稅錄有哪些項目 這些的話都是一個比較自視 這個只是你們看一下知道一下 有這樣子就好 因為這個也不需要記也不需要背 這個到時候只要真的在審查 或在編制的時候 你就有書面一看就這樣 最重要的我們要知道說 預算書的範例裡面 我們要知道說它的主要內容 大概就是有哪些 雖然說不同單位有不同的 但是它裡面的內容都大同小異 所以就包含這些東西這樣 好 那我們接著來講講說 我們藝術編製的常見的書絲 這個可能如果站在審查來講 我們是講講說編製的書絲 搞不好這個是如果站在行政單位來講 這搞不好是編製的什麼 他們搞不好是故意的 但是我想我們節省時間 我把它全部 我列出來十點都好 我先把它弄出來好了 OK 我們說在預算編制的時候 我們常見的書絲有什麼 第一個來講 我們會從比較大的 一直講到比較細的 就是預算編制沒有配合 全國總資源的供需模式 我們雖然剛才有講說 我們這個公共理財是量出為路 這個是你不用考慮收入 但是不考慮收入 但是其實 是不是真的完全可以不用考慮到說 我們的這些經濟狀況 我們的馬總統他在選舉的時候他講633 6336是代表什麼 經濟成長率是6對不對 但問題是我們從他就任以後 我們經濟有沒有成長有沒有6過 沒有 那如果說我們的這一個就是第一個 就是說他根本他是在說話 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他在說空話 含6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如果說好 那他如果真的是要做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預算要根據什麼 我們經濟成長率來6%來編 但問題如果說我們經濟成長率是按6%的成長率來編的話 我們這個預算是一個什麼樣的預算 是一個完全不切合實際的預算 對不對我們的經濟成長不要說6 連國發會在講我們保2保3 其實我們都還做不到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這幾年都多 甚至連2%都沒有 都1點多這樣子 那所以說我們在整個的的預算的時候 你去給他看 如果說你要去審查他的預算 第一個你這個就可以看說 你這個整個的預算裡的一些 基本假設 確不確實際 因為你這個如果不確實際 你整個預算 全國的預算 整年度的預算 編下來的就一定是什麼 是有問題嗎 因為你說你的經濟的預估成長率是6% 所以我的什麼樣 我的用人會 我是不是可以比照根據6%來調整 因為你要做多少事 是不是要多少 那你的支出是不是要根據這個來估算 但問題是這個都不確實際的東西 所以我們第一個審查來講 我們可以看他說 他是不是有沒有按照這個供需的原則來編列 那這個如果說真的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國家的預算 大概這幾年都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這幾年的 那第二個來講就是說 稅入低估造成國家資源閒置扭曲公債的政策 這個應該是前兩三個禮拜吧 這個大家有沒有看到報紙上有一個消息是說 我們財政部說我們今年的營所稅什麼 超增的100多億啊 這個好不好 這個超增看起來好像說是我們很厲害 這個我們的稅收增加 我們稅收增加看起來是很好 但是其實你如果真的給他想這好嗎 這個我們知道說我們 我們的稅收可以超增的話有兩個原因嘛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我們實際的經濟狀況 比疫情好太多吧 但問題台灣今年有這樣子嗎 我們的景氣有比疫情好很多嗎 好像沒有嘛 我們一般人沒有人這樣感覺 所以這個是不可能是我們 因為我們景氣好轉的原因 讓我們的稅收超增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什麼 你當時的編列的時候就是什麼 就是低估啊 那低估的話是什麼 一般行政單位他會他會不會喜歡低估 會啊他低估的話他是比較容易達成 我如果編的比較高 那如果說收不到多少 達成率不夠的話 我來背你K 那我會怎麼樣 我靈魂編少一點 那到時候怎麼樣子 我到時候再來講說我超增多少 那一般人來講可能會 超增反正超增就是好的 其實如果站在我們個人來講 如果說我今年度的收入比我預期中好很多 那當然個人是很好 但是如果說站在公共的理財來講 你這樣子來講你當時低估所造成的 其實這個有的時候不是要講 你可能要打屁股啊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當時低估了以後 你的很多的後面的整個的經濟的這些什麼 支出啊或者是民間的估計就會受影響 然後再來的話 因為你的收入低估的話 那我們要造成這個什麼 你稅收低估的話 那當時就是代表你不足的地方 你一定要透過什麼東西把它彌補 舉債嘛 所以說我們本來可以不用舉債的 那你低估的話就造成我們怎麼樣 我們要舉債 所以這個我們的舉債的政策就被扭曲了 所以說這個也是各個單位來講 他很容易我們去注意的是說 在審查的時候要注意說 他有沒有低估啊 稅收的低估啊 第三個的話就是 稅出結構無法清衡各項的國政啊 這個稅出的結構 我們講稅出結構 我們說其實透過預算 是不是可以很容易來看出政府的一個施政方向 那政府的施政方向的話 你來看他說這個 他的施政方向到底是對不對 或者是說有沒有 比如說政府跟我們講說 他們要照顧弱勢族群 這個講起來這個施政報告 施政方向好不好 聽起來很好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做到 有沒有做到 那我們就要來我們可以來檢視就是說 好吧你跟我講你要講照顧弱勢族群 那我就來看你的預算裡面 你今年度的對於這些社會福利 弱勢族群的照顧支出有沒有增加 如果沒有增加的話 我就可以說你講的時候要照顧弱勢族群 那只是講假的嘛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就是可以從這個預算來看他的這些 這個稅出的結構 那而且我們要知道說 那你這個稅出結構的話 你如果說是你這個個支支出有沒有均衡各種的 因為我們知道說這種預算來講會不會有排擠作用 你把比較多的錢花在哪些地方的話 可能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很多的這些其他的部分的需要 有啊這個就像這個各位如果說我們在座的學員 如果說年紀稍微比較大一點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早在民國四十幾年五十幾年 我們台灣所有的預算都花在哪裡比較多 國防啊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我們整個政策是我們要緩攻大陸啊對不對 現在講起來好像緩攻大陸大家覺得是一個神話 但是真的我記得我在當兵的時候啊 我們那時候我們有一些士官長還說 他還跟我講說年輕人你們不相信 我們真的哪一天這樣國慶啊雙十幾年一個夜兵或一個演習 總統一命我們就打回去 在那個時候很多人還是相信我們要緩攻大陸啊 所以在那樣子的情形之下 我們有很多的預算 這個國防的預算就高達百分之三十幾啊 那在這個情形之下的話 我們可能很多的教育啊很多的建設啊 經費就被排擠啊 所以我們就來看是說 他的稅出結構有沒有均衡的 發展各項的一個國政啊 那第四個的話就是 中央集權的財政結果影響地方自治的發展啊 那包括是中央跟地方的不平衡 還有地方跟地方的不平衡啊 這個中央集權的話就是因為我們早期是有一個是 我們是台灣是一個復興基地 我們變成是我們要緩攻大陸 所以在當時的氛圍之下 我們所有的集中的人力物力都是在哪裡 為緩攻大陸做準備 所以我們都是什麼 採中央集權的 剛才我有講講說 我們一年的預算好幾千億裡面 用在哪裏 用在各個鄉鎮的話 可能預算是非常的少啊 像我是彰化的 我們彰化 我們那個 一個可能你們很多 我們彰化大村鄉 那一年的預算來講才十幾億啊 好 那個那個真的十幾億的話 跟中央的話可能比起來 是真的搞不好人家的領頭都沒有 所以這個的話這個早期的話 如果你說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你說台北市他可以做很多事 你鄉下能夠做什麼事 十幾億裡面來講 十幾億裡面搞不好光人事會 就花了好幾億 那大概連只是 基本維持修水溝什麼 這些就錢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是中央跟地方來講 就會有這些財政的不均衡 然後再來呢 地方跟中央跟地方會不均衡 那即使就是地方來講也不均衡 像以前的這個什麼 台北市是直轄市對不對 跟一般他分配的地方之眼裡面 他又比別人多很多 那以前是說不管怎麼 還是只有一個台北高雄 但是現在的話 可能這一兩年又會有一個 新的問題出來 我們現在已經有五都了對不對 直轄市有五都了 現在今年可能 連桃園再加就變六都 那你就可能另外一個 可能就是什麼 地方跟第二就是 六都跟灰六都之間的這些 會不會有差異 這些都會有差異 那這個都是 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給他看一下說 他們有沒有注意到這些問題 那再接著的話 第五個是科目的編制不當 隱藏性的預算很嚴重 這個科目來講 這個就是有很多的這些科目 因為我們知道說 預算來講 他基本上 他是屬於會計的一個部分 會計的一個內容 那我們知道說 會計這種東西啊 其實 數字可不可以 人家講說 數字遊戲可不可以數字遊戲 有啊 這個 有一個效 也不是效果 聽說是這樣 你如果問一個科學家 1加1等於多少 他會跟你回答說 等於1.99 正乎多少個誤差 聽起來覺得怎麼樣 很精確對不對 你如果問一個哲學家 1加1等於多少 他會跟你講什麼 等於陰陽太極 然後講一套 你聽都聽不懂的話 那你問一個會計人員來講 1加1等於多少 他會瞇著眼睛笑著問你說 你希望的是多少 你要多少我就給你多少 可不可以 可以 有可能這樣子 因為什麼 會計來講 他的數字他怎麼編 只有他知道 我們一般人知不知道 所以在這個整個的情形之下 他的科目的編制不上 隱藏性的預算 這個 他同樣的這筆製作 他把他用這個科目 用另外那個科目 可能就會有一些什麼樣子 有一些差別 這個 我們講以前 不是說我們國王預算 比例太高嗎 所以一天到晚在被罵 大家說我們國王經費 這樣會排擠到其他經費 所以後來行政宴 主技術他們預算的時候 他們也從善如流 他們怎麼改 他們也把國王經費 降下來 但問題你給他看他怎麼降 他就把很多的這些支出 比如說我們這個什麼 陸海空三軍官校 這個在我們一般的認知裡面 我們說這些軍校來講 他其實他是要培養什麼 軍事軍官幹部的 他是屬於國王支出有沒有錯 沒有錯啊 沒有 但是他把它解釋說 三軍官校的話 他也是協校 所以三軍官校的預算 就是屬於什麼 他把它變到教育部去 這個就跟你這樣 那你看 這個就是說 他支出完全都沒有減少 但只是說 他就跟你科目的編制不當 他就把這個什麼 三軍官校的預算編到 這個 這個教育部裡面 然後還有很多啦 比如說一些 國王的支出 他把它編到國科會 編到哪裡去 那這樣子就變成 我們國王的預算就降下來 但是 有沒有意義 這只是一種隱藏性的預算 非常的嚴重 這個是 我們 我們在看的時候 這個 常見的書詞裡面 到現在應該也還是有啊 那第六個的話就是 我們 前幾年來講 我們政府一直在講 這個政府組織再造 那組織再造來講 他的目標 大概一定是有兩個 一個 你組織再造的話 一定 你能夠減少用人 或減少用錢 這才有 組織再造才有意義啊 那你如果說 這兩個都沒有減少 那我們組織再造幹嘛 那我們知道說 政府來講 在組織再造來講 他對於用人有沒有減少 沒有 他什麼 很多是 他把這些公務人員 他是意缺不補 對不對 有人退休了 不補了 但是怎麼樣 他 沒有用公務員 他是用意缺不補 但是他用 約聘人員 用派遣人員 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現在的約聘 跟派遣人員 最大的 派遣人員的雇主是誰 是我們的政府啊 所以說這個整個來講 我們的這個人力 組織再造人力 現在大家已經看得出來 已經 這個效果已經看不到 那剩下一個就是 那組織再造 有沒有 有沒有減少我們的經費 如果說這個也沒有的話 那代表我們組織再造就沒有意義啊 所以說這個的話也是我們 如果說再接著再進行104年 或這幾年的 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 檢視一下說他的一個成效怎麼樣 那當然這個 任何一個 年度政府總是有一些重大的 這些政策的改變 那我們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可以配合這些重大政策 我們來做些檢定 這幾年我們說 組織再造是政府 中央政府一個重大的一個 一個改變 我們來檢視 那搞不好再過幾年 又有一個 我們就來檢視說 像今年度行政院長 提出一個什麼 建錢財政方案 那搞不好明年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說 他的成效果怎麼樣 所以對於一些重大政策 我們可以來 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要來注意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 補辦委辦的這些費用糊爛 那這些是廣結人 還是說政策的論點的支持 還是衝他們面的工具 那這一點其實我個人是認為是 非常嚴肅的事 這個我們審查的時候給政府錢 我們支持他 但是有時候真的有沒有在做 這個在五月份的時候 那個這個上個會期 立法院在結束之前 最後過的一個案子是什麼 那個我們那個行政院提的這個什麼 六年六百億的黃紅治水方案 那你知道說那個治水的經費 這個大概不管你是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任何一個政黨 甚至任何一個立法院 沒有人敢擋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黃紅的話 治水的話 你如果說把它擋了 以後哪一天真的 如果說做大罪 或是做紅胎做大罪 真的鬧出淹死人 或者是把人家的財產 這個到時候真的會被罵死 對不對 所以這個預算沒有人敢擋 但是沒有人敢擋的話 這個預算讓他過 但是個人還蠻憂心的是說 這個我們支持這些治水的方案 這個是我個人認為說這個是沒有錯的 但是就是說那政府拿到我們的這個錢 他真的有沒有在做 他這一個把這一個什麼 有很多我們這個六年六百億 這已經是第二期的治水方案 第一期是八百億 那我們去檢討他那八百億的這些支出的話 我們會發覺說 他把很多錢拿的是什麼樣子 拿去變成他選舉的給他裝腳的什麼 綁裝的費用 今天我是個縣長 或者是我是一個首長的話 我有這筆錢進來了以後 可能就是招我認識的一些裝腳 你們就組個什麼工程公司什麼 那你就開始來把這些錢把它分掉 那這樣子來講 我們花那麼多錢 然後變成是把這個錢 變成只是拿去綁裝腳 這樣好不好 其實這個都很有問題 我們說大家怕被罵是怕 但是你如果想 這個錢是跟人民的生命財產有關 這樣子用掉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風險 很大的問題 那這個大家可能想想說 這個怎麼可能這樣子 但是真的就是有可能這樣子做 那除了這個做以外 還有一些是說他這個錢 這個錢 但像剛才講的他是找他裝腳 這個有牽涉到 這個如果說是真的追究起來 這還有刑事折日還有貪污的問題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有沒有司法的問題 這是我們檢調 另外還有的是說什麼 他行政上來講 這個我們的那個治水方案 有很多的話 你真的你去給他看的話 你真的看了你會 會吐血 為什麼會吐血 他把這個什麼 用景觀來什麼 來防洪來治水 當然我們不是反對說 不是反對說你來把河川做這些景觀工程 但問題是你如果要做景觀工程 要美化要什麼 你另外邊預算 你應該是把這個什麼 黃洪治水的錢用在什麼 你要來修提防做水壩 這種的話這個才是真的是用 你把這個錢拿去什麼 在上一次的話 他們竟然其中有百分之二十的錢 是拿來用做什麼景觀工程 那景觀工程我們會想講說景觀工程跟我們治水 中間會不會有很大的落差 我們的目的是希望說我們這個錢是實際上是用到哪裡 用到能夠說防洪治水對不對 可以減少這個大水來的時候這些人民的 那你景觀這個當然看起來也不是說景觀不重要 但問題是你什麼錢的話你就該用在哪裡 你不可以用在用在這些跟這個無關的事情 那你應該想想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現在就不要考慮說他有什麼舞弊 但是考慮的就是很多的機關所長 你知道說這個錢拿來做黃洪治水 看得到看不到 看不到這個這個黃洪治水 他如果做這個黃坡提做提防就在那邊 而且大水來沒有淹水沒有淹水的話 他有沒有跡象也沒有跡象都看不到 他如果說把它去做一個什麼 河堤把它做景觀的話河邊公園 你看這個是某某鄉長或某某鄉長 我們這條什麼川什麼河 這個什麼河邊公園我做的多好這個 他這個搞不好還可以把它的名字立在那邊 所以這個就是說我們知道說這個政府的補助款 有時候很多的錢但是是不是跟他的原始用途是不是一致 這個也是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我們要很注意啊 那我剛才講的是講這些跟我們一般人都有關的 這黃洪治水而且最少在一般我們認為說 治水工程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這個是很嚴重啊 因為這個如果說真的出問題這個會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啊 那這個就是我們知道說其實有很多行政單位 一個是說可能拿去綁裝腳 有的是拿去說做他個人的門面 這些其實我們都是要注意啊 那怎麼注意 在上一節課我們有沒有講講說 預算審查的時候可不可以附帶條件 就可以啊像這種的話 如果說你立法文有用心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他講講說 那我要求說你這個一定要怎麼樣 要用公開招牌要限定用在哪裡 不可以用哪裡 就可以給他加條件這樣 那第八個的話就是考察會議的這些會用的必要 是不是合理啊 這個在我們台灣最經典的 台灣最經典的不好意思 我在座可能有台東縣的 台灣最經典就是我們台東那個縣長有沒有 那個礦力爭啊 他當縣長的時候整天都在考察 甚至應該是講整天都在旅遊啊 這個是不是都有必要是不是合理 這個就是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也可以來做什麼 做一些要求啊 因為有很多單位來講 他這個考察會議的必要性太過於忽然啊 這個等於也是一種變相的什麼 變相的福利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在 那第九個的話就各機關或者是所長的小金庫林立啊 我們既然是在講這個預算的話 但是是我們民意單位我們會講 但是有很多機關的話他會想辦法要有什麼 有各他自己的什麼小金庫啊 那小金庫的話這個它是什麼樣 會有比較多的這些彈性或空間啊 那這些都是我們都要來注意啊 這個舉個例子來講啊 像我們那個故宮博物院啊 故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隸屬在哪裡 隸屬教育部對不對 他算是其實故宮博物院不算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單位啊 但是故宮博物院他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單位很有錢啊 他的員工消費合作是很有錢 為什麼很有錢 因為他有賣一些什麼故宮的這些紀念品啊 當然是假的啊 比如說像那個黃的什麼翠翼白菜有沒有 那個如果去買的話 他那個我印象說好像一個賣一千啊一千二 反正還就是一千多塊這樣子 但是你想想看那個翠翼白菜那個成本一個要多少錢 大概幾百塊就可以了 那利潤有多高 但是他像現在陸客那麼多去故宮的話 那他一天可以賣多少個那種紀念品 每個去故宮是不是一定都會買一點 那他賺多少錢 那這些錢的話他就把它藏在哪裡 他的那個什麼那個販賣這個的話 他是用他的什麼消費合作社來賣啊 我們知道說各單位的消費合作社 一般的認知裡面消費合作社會很大嗎 通常不會很大吧 像學校消費合作社就是以前小學啊 或什麼都有任何資深消費合作社 那個大概就像一個搞不好一個規模 都比我們現在一個什麼savement 一家savement都還小啊 對不對 大概一般我們消費合作社的規模 應該都是這樣 但是你看故宮的這個消費合作社規模有多大 那這個錢的話他們一直很抗拒 他們就一直不要把它透明化 就是什麼小金庫淋漓啊 這個其實各單位這種的多不多 很多啊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這個追加預算特別預算常態化 這個我們知道說一般追加或者是特別預算 應該來講他的用途應該是不是有他的 緊急性或突發性或重要性 比如說像我們前幾年 我們發生921大地震的時候 那時候要不要特別預算 要啊 要不要追加預算 要啊 因為我們之前我們不知道會發生那麼大的地震 但是921地震一發生的時候 我們南投啦或者各地那些路壞掉 要不要馬上去給他修理 要所以那個時候我們來來辦追加預算 來辦特別預算合不合理很有正當性 但是現在來講有很多的什麼 都把這個追加預算都特別預算都常態化了 大部分的錢都什麼把這些第二玉杯金都把它用完 用完變成是正常的 那其實這樣好不好 這其實是不好的 其實我們知道說追加預算特別預算 這個是一般我們當時為什麼要設計有這個 就是說要在特殊或緊急的狀況之下 才會有這一個追加預算特別預算 那這個除了說他這樣不好以外 另外還有一個可能更可惡的是 他們是很多的機關手掌反而用這個來做手腳 這個怎麼做手腳 他可能 我們台灣的一個叫什麼 起床按半了有沒有 他就先設計 設計一個可能很少的金額 而且也 你覺得也都有必要什麼 但是你這個都做了 然後接著才跟你講講說 這個已經做了 後面一定還要在做什麼 這是我們一般講的什麼 小案包大案 他先做個小案 然後小案就走了 再跟你講講說 沒有要怎麼辦 頭就洗下去了 你這個錢已經花了 你後面如果說不再做的話 你前面花的這個錢就浪費掉 所以後面跟著要做 後面沒錢怎麼辦 我們來追加預算 或我們用 動用第二億倍金 那這一個 很多的弊案就是在這樣產生 一開始的時候他可能給你用一個 三億五億 這個很小的金額 而且你都找不到任何的瑕疵 對不對 然後這個已經做了 已經施工 錢已經花下來 然後才開始跟你講 這個做完了以後 後面還在追加什麼 那追加的時候 這個他就變成 因為這個錢 第一期已經是誰做 後面的話就只能用什麼 限制性招標 只能由誰來採購 可不可以 這樣好不好 這樣不好 所以很多的行政單位的話 就是會利用動這個手腳 就把這個什麼 追加預算特別化 那你如果說 像一般工程 起訴按半條 你還有那個起訴 半條你還看得到 那你知道現在有很多的是 比如說像電腦 或很多軟體 他跟你講說 你做了這個後面 你還要再多一個功能 還多一個什麼功能 那種東西的話 你看都看不到 那所以我們 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要來 特別來注意這些 而且我個人是 非常的反對說 既然是特別預算 他就是 要用在特別的用途的話 就還是要回歸到 你正常的用途的時候 你還是回歸到正常的預算 就像包括現在立法院 正常時間不開會 然後修會時候 一直在什麼 在臨時會 那臨時會的話 一次臨時會開不完 現在國民黨說 還不排除再召開第二次臨時會 第三次臨時會 這樣負不負責任 其實很不負責任 你開會的話 你這個 我們知道臨時會 應該要是說什麼 重大緊急急迫事情 才開臨時會 你沒有這些條件的話 你來開臨時會幹什麼 像這一次開臨時會的主要目的是 要通過考試委員跟監察委員的人事案 那我們想說 考試委員跟監察委員的人事案 是突發狀況嗎 他們是8月1號要就任 這個是 這個也不是突發 這早就大家都知道的 為什麼 為什麼你正常的會議的時候 你不拿出來討論 那等到什麼樣 等到臨時休會的時候 你才要召開臨時會才來那個 那這個就我們一般人來講 就覺得說很莫名其妙啊 但我講是講 一般人覺得很莫名其妙啊 但是 如果對他們 所謂玩政治的人來講 這就是美角 他為什麼 為什麼正常期間不討論 正常期間的話 那大家看怎麼樣子 這個名單拿出來 該怎麼樣之後 就有很多的 那就是臨時會的時候 他就是用很短的時間 或者很快讓你怎麼樣 呼嚨的通過啊 那呼嚨通過有什麼好處 他就可以夾帶或包場一些 他想要護航的特定的人啊 就是這麼簡單啊 對不對 那護航的這些特定的人 有沒有什麼好處 當然是有啊 這個是因為監察院 來監察委員以後是要監督 控制這個什麼 行政單位的啊 這個 那 控制這個行政單位 如果我今天來講 我 我馬英九我做總統 我規定我不能在當總統 但是這些人來講 都是我提名的 我 我 我的人來講 他可不可以去杯葛你的行政單位 以後你行政單位要不要聽他的 都是 所以說這個其實有很多都是 政治的操作啦 那 但只是說 如果講起來 我們台灣的幾個講的就是說 這齁 手錄比較粗一點嘛 你 其實你也在手錄才比較油的啊 但是 這個就是有一點比較 大剌剌的這樣子 好 好 那這個是以上是我們跟大家介紹的 這一個 編制預算常見的一個切施啊 那我們 好 接著的話就是說 把這個立法院的 這些審查的 食物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 那立法院在審查這些的話 剛才講的 還有很多都是 預算法怎麼規定什麼 那是法律 那這些的話可能就是 這個 就是一些經驗啦 好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啊 那第一個來講 我們這些食物上 我們跟大家介紹是說 法員依據啊 好 你在預算審查來講 第一個當然你就是要 有這個什麼 你依據的法員 法員是什麼啦 好 那法員的話 大概 最重要的話 你 就是預算法啦 預算法的話就是說 預算法裡面規定我們預算 要怎麼編怎麼審查 那還有一個是什麼 這個中央政府總預算的審查程序啊 好 這個是我們的法員 預計大概是 以這兩個為主啊 好 那我們知道說 預算審查的期間 其實 預算審查是民意機關 就是立法院的一個主要工作 立法院的主要工作有兩個 一個是法案審查 一個就是預算審查 好 那我們 一般會想到想到立法 立法院想到 大部分都以為他只有 只有法案審查 其實不是 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什麼 控制他的法案 控制他的金錢 那法案審查 跟一個什麼 跟預算審查 那預算審查 我們知道說立法院有兩個 每一年來講他有兩個會期啊 一次是二月份開始 一次是什麼 九月份開始啊 那通常來講 我們這個預算審查 都是在哪一個會期 就是二月 第二會期 就九月份開始 這個會期開始啊 那 九月份開始的時候 那他這個 所以 配合這個什麼 比如說像 104年度的預算 行政業一定要在這個暑假 就是在九月之前 把預算編好 上半年他們編 已經104年的預算 那在九月之前 把這個預算書送到哪裡 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在九月份 開始這個會期 再審查 那審查在 他這個 104年 103年度 104年度 開始前一個月 他一定要審查完 然後才公告 那104年 他才可以運作這樣 這是他的時程這樣 那 所以我們知道他的審查期間 一定是在哪裡 九月份開始這個會期 那他的審查來講 審查期間 他是 按照他審查 我們剛才有講講 預算有分 審查是公務單位的預算 還有一個什麼 基金的審查對不對 那通常來講 因為 這個公務單位的時間審查 你如果說有單務 有延誤會影響到 公務機關他的運作 所以 我們立法院的審查 會先審查什麼 審查 行政院所屬的 這個公務單位的預算 好 那這個基金預算來講 他是事業單位的話 他是比較 你就當務比較沒關係 所以說 他的程序一定是 這個公務行政單位的審查 然後 這個作業基金的審查 那 這個審查的時間 通常都會在哪裡 因為 行政院在九月份 會期開始才送來 那你不是今天送給你 你立法委員今天就可以審查 所以他通常都會安排在哪裡 在會期的中後段的時候 才會收到 所以這個行政院單位的話 他可能會是在九月可能會到 差不多到十月份 十月底 才開始審查公務單位預算 好 那所以說在九月份的時候 你各位可以看到 到時候報紙上一定會 收到預算數 有很多委員就開始在講說 這個預算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那個講的只是個人的發言 那個沒有華麗的效果 那除了爭取媒體曝光以外 跟給行政單位 預告審查項目而言 他基本上那些發言是 沒有任何約束力或實質影響力 這個審查還是要到這個會期的中間這樣 那審查你怎麼審查 立法委員對於這個預算的審查 大概可以分成這種兩種的審查方式 一個是什麼 策略性的審查一個是專業性的審查 策略性的審查是什麼 是以政治性的考量為主 我就是我就是政治性的目的 我來給你這些考量 比如說像我們台聯黨 我們反對這個馬政府的親中政策 我們認為說我們 我們不要變成是什麼 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是我們的政治主張 那如果在這樣的政治主張的話 那我可能我對什麼 對陸委會的預算 我就把你刪除 這個你問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這只是說 我要表達或彰顯我們的 我們的政治立場 我們政治主張 你問我說為什麼你要把這個 陸委會的這個 刪減一半或刪減多少 這個就是純粹是什麼 政治性的考量沒有為什麼 就是政治立場或政治態度的問題 這是一種什麼策略性審查 那另外一種什麼 專業性的審查 那專業性審查就是 以快審的法規或查核的技巧為主 我把你刪除 不是只有因為政治的因素 而是說 我可能認為說 你這個跟 你的這個編制跟 依法規定不符 或者是說 我發現你這裡面有什麼弊病 有什麼問題 那這種的話就是說 你這個立法委 你可能你要比人家的 就是說你要說出一套說 我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或我的查核技巧是什麼 發現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有兩種審查的這種方式 那我們知道說 那 預算審查的執行單位來講 大概 我們說是講說 是立法院 其實立法院只是 是一個名字 但是立法院誰來 誰來審查預算 他的立法院的執行 審查預算的單位 大概有三個 一個是什麼 預算中心 一個是黨團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立委個人 那 預算中心的話 它是屬於立法院的一個 正式編制的單位 因為 這個立法院審查行政院 不可能立法院自己沒有 所以立法院有一個單位 就是他們也會來審查 這個預算 那這個叫什麼 他們叫預算中心 那預算中心 它是屬於一個公務單位 所以他的審查來講是 強調的是中性審查 政治性較低 他們就是什麼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站在一個 很多預算中心的研究員 來講都是什麼 本身都是公務員 所以他們審查來講 比較沒有什麼 是哪個政黨或什麼 所以說他們是比較 中性的審查 政治性的 較低的 那他們常見的審查 意見是像什麼 比如說 某某單位的話 他的影音機太多 或約固人員比例太高 或財務結構不良等 這些的話 問題很多都是什麼 結構性的問題 這種是結構性的問題 行政單院 你找我這個問題 我也很容易就可以應付你 怎麼應付 比如說 你說我這一個 約聘固人員太多 他就說 我這是配合 人事行政院的什麼 人力的欲缺不補的政策產生 我忍哪些事情要做 但我沒忍 我就當然 約聘固人員就會多 那這種的話是 屬於結構性的問題 他很容易 而且他是怎麼樣子 很容易每年都重複的發生 那這一個 你給他講 他有這個問題 但是他這個問題跟你回答 但是明年會不會改善 還是不會改善 還是繼續有 所以說這種 每年發生的比例 非常的高 那這種題目的話 每一年來講 這個預算中心 他會列出來各單位 很多的問題 很多問題 那這個問題的話 會提供給各個委員做參考 但是這種問題的話 效果大不大 效果不大 他這種問題 只適合給什麼 有些立法委員 他本身沒有做功課 或者他也沒有適當題材的時候 就反正 你也不能夠說 上台質詢的時候 你都沒有意見 那很多委員就是什麼 去把預算中心的問題 拿來問這些行政單位 那這有沒有這樣的委員 有啊很多啊 很多的委員來講 他委員很多自己也不懂得預算 他也不知道要怎麼問 那他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什麼 預算中心也能幫他做好的那個題目 有那個題目 他就把題目挑幾條 拿來問他 反正 那個媒體啊或者是也在啊 他就這樣子來 來 來表現這樣 但是這個 效果好不好 這種只有說 適合那種委員 他沒有做功課 而且 沒有適當題材的時候 就把他拿來衝術的情況之下 使用啊 那這種其實 這種的題目 或這種方法 對政黨或委員個人的 形象的加分不大 好 純粹是一種應付這樣子 好 那第二種來講 的執行單位就是說 還可以再執行這些 的單位是什麼 立法院的黨團啊 立法院黨團會不會 會不會審查預算 會 立法院通常也會 對預算來表現 那這 但是立法院黨團來講 他的通常是 以黨的立場來檢視 執政黨的 的施政報告啊 就整 整案進行審查 好 例如說像我剛才講的 台聯隊馬政府的 親中政策 有意見 我們就可以就 他的陸回會的預算 是我編列太高的宣傳 我就把它刪除 好 這個可不可以 党團就可以做這種事 你這個 我就是比較政治性的 這種考量 我只是要先 我把你刪除 沒有為什麼 就是為了 我的政治立場 我的政治 政治表態 我就是這樣 或者是說 像前幾年 不是美牛的進口案嗎 台聯是反對美牛進口案 但是美牛的進口案 後來國民黨動員的表決以後 國民黨人數比較多啊 他表決他會不會過 他一定會過 他一定會贏嘛 所以美牛進口案的話 國民黨贏了以後 但是 他贏了以後 那我們下一步 我們可以怎麼樣 我們可以在 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美牛進口案 你要進口這個美牛案 這個活動的話 要不要一些經費 要我把你所有的經費 全部都刪除 讓他沒有辦法順利推動另一批戰場 你把他刪除了以後 代表怎麼樣 他第一個 增加他的困難度 他是 他雖然他通過了 但是問題沒有錢 他能不能做 他不能做 那我幫你刪除的話 讓你增加 那當然國民黨 會不會 這不能做 他會不會就這樣 當然不會 他還是需要再怎麼樣 再來協商 或者是說再來表決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的目的有沒有達到 我另外再 雖然說在第一次的時候 表決有數 第二次我在另批戰場 那最少大家再來炒一下 這個美牛進口有什麼缺點 最少是不是可以在另批戰場 再講一次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 對於這一個第二個 審查的一個單位就是 執政黨 黨團 那第三個就是委員個人 委員個人來講 其實在立法院裡面來講 委員個人也可以就個人相關的議題 來進行這些戲目的審查 那比如說像我個人來講 以前我當過校長 所以我會不會對教育問題特別來審查 我會不會對教育部的 的預算特別有意見 大概很有可能 我對於 對於教育部的預算 我來表達意見 我相信說因為 最少我這一塊我比較熟悉 那有的委員他的背景是 可能是當法官當律師的 他可能會不會對司法的 的預算比較有意見 當然這很正常 所以說我們也可以就個人 委員來做這樣 好 那再來的話說 那我們怎麼 怎麼查 你預算審查 你要怎麼查 查核的原則 第一個來講 就是說 他的合法性 你在這個審查預算 來講 這個 這個 有很多人來講 那預算 我一本預算書 拿出來密密麻麻的都是數字 我要從什麼開始看齊 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 但是 這個 這個有的時候是這樣子 就是說 不是說靠我看到這個數字 我把這本 預算書拿回家 放在我的床頭 看到明天 我睡覺起來 我就知道他問題在哪裡 有沒有可能這樣 當然不是啊 我們這個 預算審查的話 有幾個地方 幾個你是可以 這些 方法可以遵循的 第一個就是你去查他的 合法性啊 因為 預算來講 他是一個 法定程序的要求的 規範的 一個文書啊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子 去審查說 他的 合法性 是不是夠啊 那我們可能就 從預算法 或相關的法規去看一下說 他這一個 預算編的方法 有沒有 符合法律的規定 這個比如說 我們的憲法 以前有規定是說 我們的教科文的預算 不能夠低於我們的 這一個 總預算的16% 這個是以前有規定 像這種的話 你就可以去看他說 他政府編的預算 有沒有符合這個規定 教科文的教育文化科學 這幾個的支出啊 一定要有一定的比例 那有沒有 類似像這種 法律有特別規範的 我們可以去 去檢視說 他有沒有符合 如果說 你發現說 他不符合這個規定 那沒有話說 你行政單位 就只能配合來修改 或你就把它刪除這樣 第二個來講 是說 是檢查他的合理性 合法性以後就是合理性 他即使是都合法 但是 你也可以去解釋說 合法的話 是不是有合理啊 那合理怎麼看 第一個你去看他說 是不是跟施政計畫 是不是相一致 因為有的時候 政府他講的是一套 做的又是另一套 那你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行政院長 會來做施政報告 那你就看行政院長 他的施政報告 跟他表現在這個什麼 表現在這個施政 施政的計畫 是不是像 預算上是不是一致 這個像我剛才舉的例子 比如說 政府說 行政院長說 我們要照顧弱勢 那你就去檢視說 他有沒有社會福利支出 有沒有配合的增加 那我們政府說 要提高什麼東西 他有沒有 或者是政府要 像今年度政府是說 要怎麼樣子 要建錢財政方案 那我們就是看說 你要建錢 你要怎麼建錢啊 你的收入有沒有增加 你的稅收有沒有增加 或者是 你的支出有沒有有效的檢討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去 看他的施政計畫 你可以從他的 他自己講的話 你去給他挑挑剔的話 這個 你知道找出來的話 他都沒有話說啊 第二個來講就是說 這比較專業的就是說 你去進行 分析性的複合程序啊 因為我們知道說 預算本身也是一個 廣義的會計裡面的一種啊 那你知道說 我們會計的東西 他其實這個會計的 他本身會計他的邏輯 他有些東西 科目跟科目之間 或金額跟金額之間 有一定的關係存在啊 那你就可以去進行這種 分析性的複合程序 你就可以去看啊 比如像一個公司 你要去看他的財務報表 是不是適當 比如說你可以去檢視說 他的負債有沒有短列 他說我們公司都沒有負債 我們財務狀況很賤錢 他如果跟你這麼講 你是不是就相信 那你問他為什麼 他說我們都沒有負債 報表出來都沒有負債 他說都沒有負債 你就相信他 不是我們可以去看他說 他沒有負債 但是你可以去檢視他有沒有利息支出啊 有沒有 他如果說有利息支出 如果你跟我講說你都沒有負債 那這個是不是就不合理 你沒有負債 你為什麼要付人家利息 對不對 這個我們就可以來檢視啊 那有的時候 我們說 這個 這個 你看他公司的財務報表 他的固定資產或機器設備 有變動 那你看到這個有變動這個數字 你要馬上聯想到什麼 你這一個固定資產的 買的處分的交易的時候 除非你完全都是按照帳面價值來怎麼樣 完全都是按照帳面價值來處分 要不然來講你只要處分固定資產 中間一定會跟哪個科目會跟著跑出來 是不是有一個處分固定資產的損益 你除非你就按照帳面價值去賣給人家 去處分 你如果不是的話 就要不然你處分固定資產 不是賺錢就是虧本 那你看他如果說固定資產有變動 那他的 他在損益表裡面 卻沒有這些處分固定資產的損益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合理的懷疑說 那他處分的利益到哪裡去 他是不是賣是賣公司的 但是賺錢賺誰的 賺老闆個人的 有沒有可能 就有可能這樣 所以類似來講 我們很多會計上的這些科目跟科目之間的話 他們都有這種聯動的關係 那這一部分的話我們也可以去加以審查 那當然這一部分要做這個的話 算是難度比較高啊 就是說你立委的話 你這一部分可能你自己的專業能力要稍微夠啊 這個立法委員可能你要做功課 你要去什麼 去看他的 看他的預算書 他的財務報表 因為其實看預算書是很枯燥很玻璃的事啊 因為都是面對的數字啊 那很多立法委員的話 他喜歡什麼 喜歡去電視台去 上call in 節目 有的是喜歡是什麼 去跟這個各個團體是什麼 去敲事情啊 你知道他在家裡看書的話 他願不願意 他可能沒有時間啊 也沒有興趣 那但是像這種東西的話 你如果沒有相當的訓練 或者專業的話 或者投入時間 你可能就做不來這樣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說 趨勢分析啊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其實我們很多的正式 很多的事情來講都有延續性的 那我們可以去跟什麼 跟歷年比較是不是合理啊 這個比如說這個單位 他去年 他每一年的人事會用 今年有沒有報徵 或有沒有報檢 那這個的話 一般像這種人事 可能是不是每一年都會有延續性嘛 尤其公家單位 你這個你有沒有可能說 去年你請他 今年就不請他 或者去年用一個人 明年用三個人 不可能嘛 因為這個公家單位 你要用人的話 也要用過什麼 有原額的編制 修改主規 這個其實還蠻麻煩的 除非有變動 要不然來講 很多的這些支出的話 他會跟以前年度都是要相當的 那所以我們可以第三種 我們可以進行什麼 趨勢分析 去分析說 他跟歷年的比較 是不是合理這樣 那第四個就是什麼 結構分析啊 結構分析的話就是說 我們一份的財務報表裡面來講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 我們一個科目跟一個科目之間 一定有他的比例關係 或者是百分比關係啊 比如說我們一個單位 你的用人的費用 大概可能是 比如說三成五成或多少 那你的這些什麼業務費 或者是廣告費 你不能夠說這個廣告費或業務費 占你的支出比例有異常的變動現象 所以說我們可以進行這種比例 或百分比的判斷啊 這些都是可以幫助我們來進行這些 一些合理性的這些查核方法 那除了合法合理以外 那當然還有一個什麼 政治性的查核啊 政治性啊 那政治性的話 通常不外乎 我們可以考慮什麼 這個輿情的反應啊 像今年最近不是十二年國教 不是大家吵得很熱鬧嗎 那我們今年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要不要對教育部的預算特別注意一下 那可不可以在預算審查的 要不要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對於十二年國教 我們要不要來檢討一下 因為你立法委員 立法院你如果對這個部 人家人民會不會認為說 那這麼大的事情 立法院到底有沒有在做事 所以說像這種移情的反應 這個也是我們在查核的時候 我們政治性的考量之一啊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政黨的立場跟主張啊 這個就像我剛才講的 這沒有為什麼 這個我每一個政黨都有他的什麼 他的這個什麼 政治立場跟主張 像以前的國民黨是最反共的 我年輕的時候 那個時候每天當兵的時候 找點名晚點名都是在反共大陸 現在突然發覺說 這些人來講他們是最親共的 有沒有 國民黨他們是認為要統一的 那這個 你喜歡也要你不喜歡 但是最少這是他們的立場啊 對不對 那你說像台聯 台聯的話也沒有為什麼 我們就是不喜歡跟中國有關係的 這個 台聯不喜歡跟中國有關係 這個我個人是一直認為說 台灣不要跟中國有關係 我們就都很好 有關係我們都很壞 這個在以前啊 日據時代的時候 台灣跟中國是沒有往來 所以台灣那時候在日據時代 台灣的人民生活是比中國 那邊的人民過得幸福快樂 為什麼 不管日本 那中國那時候有什麼抗戰內在 一大堆其實 人民很辛苦啊 到民國三十四年 那個 我們就日 我們叫中戰他叫做光復以後 兩邊又在一起了以後 台灣的病很快 從三十四年到三十八年 短短的四年裡面 台灣的政治社會怎麼樣 社會有二二八事件 經濟四萬多一塊 那整個台灣的 就很嚴重 對不對 到民國三十八年 台灣跟美國 跟中國又沒有往來以後 台灣的經濟又慢慢好起來 所以我們才有民國五十幾年 六十幾年的 台灣的什麼 經濟奇蹟 到民國七十幾年 台灣又跟中國又開始往來了以後 我們就開始嚴重 到現在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歷史上 這個我時常在想說 台灣只要 不要跟中國有交叉 我們就都很好 有交叉 我們就都很多 這個道理為什麼 道理其實也很簡單啊 這不是說因為我個人的意識形態 道理很簡單就是說 台灣是一個很小的 那你想想 就小水池啊 水池啊 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大水池 而且是大廁所的 你想想看台灣一個很小水池 只要我們人民努力 我們政策正確的話 一點點雨 我們這個水位就可以長得很高 那中國那邊 你如果跟他沒有往來的話 我們這個水位 我們就維持很高 但是你知道跟他有 有往來的 我們是不是很快的水就被他吸走 其實這個道理就是這麼簡單啊 你說要透過一個小水池 去把那個大水池的水位滿的話 那個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說 我們台灣我們還是走我們自己的路啊 那他們自己去努力 把他們的水位滿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 政治主張 這個當然也是不一樣啊 那再來第三個的話就是 地方需求的考量啊 這個尤其是那個選區域立委的啊 比如說我是彰化選出來的 我要不要幫彰化多爭取一些預算 或者幫彰化講一些話 那當然 所以我想第三個這個就是什麼 地方需求 那第四個的話就是什麼 個人需求啊 每一個立法委員的話 像我來講 我可能我對教育的背景 所以我可能我會對教育多講一些話 我相信我對教育講一些話 當然沒什麼 但是立委 有的立委 我們有所謂的什麼浩子立委 或什麼財團立委 他會不會為了他的需要講一些話 也是都很有可能啊 所以我想我們 這個查核原則的政治性 有很多的複雜 好 那我們預算的審查來講 預算案其實也是一個一個案子之一啊 所以他也預算案也是要經過三讀會啊 那通常來講喔 好 預算的審查來要一讀會的時候 在審查的時候一定要提也是要提出足夠量的預算案 以凸顯本黨委員的努力跟他擴大他的影響力啊 因為你立法委員你如果說預算審查 你根本就是沒有提案 人家一定會講說啊你到底你領薪水有沒有在做事 所以基本上有相當的量 這是一個基本的一個條件啊 才能夠說破大影響力還有什麼 因為你如果說你都不提案的話 行政單位會最喜歡你啊 為什麼 因為你都不管他們 他們當然會非常喜歡你 但問題是你的影響力就很少 但是這個要有足夠的量 但是也不可以太過一個糊爛啊 因為以前啊 曾經有個立法委員 這個什麼樣 一提就提一千多個案子啊 那一千多個案子來講 等於後來人家講講說他是什麼 純粹是要跟著跟人家 找人家各單位來談條件這樣 其實這樣也很不好啊 這個立法委員當然 我們期望他他要能夠做 但是有些立法人真的 我們也真的很不敢恭維啊 以前 以前我在當校長的時候啊 真的就還有遇到我那個立法委員 真的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他就是記得很多 什麼意見什麼意見 那你想想看 一個校長來講 接到立法委員的通知要怎麼辦 當然還不至於說 校長需要親自去拜訪他 但是一定要怎麼樣 最少我會請我的 請學校的總務主任啊 或者是會計主任去跟立法委員溝通一下 去的時候啊 我這立法委員對你就很客氣啊 這個某某你們某某主任什麼 你們辦學很好很努力 他本來是要給你什麼找你的媽 你以為他就去的是對你對你很客氣 那你你這樣很辛苦啊 你們辦得很好怎麼樣 然後那這樣子這個 教育部這樣太虧待你們了 這樣子 這樣子我來幫你們爭取一些預算啊 那你們你們需要什麼設備 比如說在學校來節能啊 設LED 整批換LED燈 我要幫你認識設備 那你們計畫我都幫 醫生錢我幫你找到什麼 那如果一般校長他 他比較嫩一點 或校長比較沒有經驗的 聽到會不會很高興 會很高興 你看立法委員幫你找醫生 幫你寫計畫什麼都 然後呢 錢下來了 然後接著呢 他就開始來幫你說 啊那這個的話 廠商他來指定 那你想想看 這個你這樣你這個學校 你這個校長只是變成什麼 在幫立法委 立法院在幫他什麼 做洗錢而已啊 他幫你去找 你你學校 有的有的校長來講講說 對我都不用花任何錢 有人幫我找錢有什麼不好 改善我的設備有什麼不好 真的是很好 但問題你有沒有想說 其實他的嚴重性在哪裡 他的嚴重性是他去 他這個錢也不是立委他自己找 他是什麼 去給行政單位要錢來 然後呢 他廠商他只 可能外面他要100塊來講 他搞不好他的成本只要什麼 只要20塊 80塊就他賺走了 然後你這個學校的話 你只要配合他做到後來 你變成只是他的什麼 他只是利用你來洗他的錢 他從政府要錢來 然後透過這個學校 你幫他用你的名字去把請領下 然後錢他他怎麼樣 他透過他指定的廠商把利潤拿走了 所以說像這種的話 就是說有很多立法委員 他本身如果說行為不好的話 這可能我們要注意一下 那二讀會的時候 通常都是說政黨協商 到第二層的時候 那政黨協商都要 各黨就會來談談 那個各黨提了這麼多案子 然後怎麼 有些東西是一定要堅持 那大部分在二讀會都應該要怎麼樣 要獲得處理 那到了三讀會的時候 有一些是怎麼樣子 有一些是真的就沒有辦法 那就一定要怎麼樣 要處理的時候 那就三讀會的時候 就有一部分的話 通常預算案的話 要嘛就是通過 如果不通過的話 大概就有三個後果 第一個是刪除 刪除可以分為 刪除或者是統刪 這個 另外一個就是凍結 刪除的話 或統刪是預算 審查最後的手段 會影響行政單位的執行 這個理論上來講 是行政單位最在意的事情 你把它的預算刪掉 或者是統刪是說 我不是把你刪掉 但是我刪掉5% 10% 這個都有可能 理論上應該是行政單位 他們最在意的 但是要注意啊 我們知道說有些行政單位 他本身來講 有些事情他不敢 不想做 但是他還希望說你把它刪掉 為什麼你把它刪掉以後 他就不用做 如果人民在罵的時候 他說沒有我是因為 我的疫情被立法院刪除 所以我沒辦法做 不是他不做 是他沒辦法做 有沒有可能這樣 有可能是這樣的 所以你要把人家刪除 也要注意說 這個是刪除的話 這個行政單位 他會不會痛 有的時候他不會痛 還反而很高興 你把它刪掉 他反而弱得沒事 那另外第二種來講 就是說用統刪的方式 那我不是把你刪除 你還是要走 但是我讓你的經費 不要那麼充裕 我給你刪掉5% 10% 這個理論上應該也是會對他有影響 但是要注意到說 這個你把它捅三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的話 這個會不會反而是給他的什麼 這個機關所長一個什麼 一個權利啊 來操弄 因為你把它這個單位 比如說教育部 你把它捅三百分之十 但是百分之十的話 他並不一定回去是每個單位 平均各百分之十 他可能會怎麼樣 這個如果這個是我比較喜歡的一個 部門來講 我一毛錢都不刪他 但是都把反而把這個百分之十的錢 全部集中在某些 我可能個人比較不喜歡的 所以這個也有可能會造成一個後果是 這個統三會給機關所長 調整號物單位預算的空間 這個都是我們在進行這個刪除的時候 或統三的時候要注意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 凍結啊 凍結啊 凍結的話是 其實在這幾個方法的凍結是行政單位 我個人認為是比較害怕的 因為凍結的話 並不是代表我們把它刪除 所以他這個事情還要不要做 他還是要做 我沒有立法院沒幫你刪除 你還是要做 但問題是 我幫你凍結 等你來說明以後再解凍 那這個來說明 搞不好是三個月或半年以後 你看你什麼時候說明的交代的清楚 我再讓你做 這個時候會影響到他什麼 他還是要做 但是會壓縮到他的執行的時間 因為你預算一定要在12月31號以前把它做完 那你如果說被凍結三個月或半年以後 你能夠做的時間就被壓縮了 所以這個是 我個人認為說這個是行政單位 會比較怕立法院給他們做的事情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 最後來講就是說 有 其實這個要講一個都可以講很久 但是時間的關係 就是三句要跟大家講 講說 理性預算是天荒夜談 還有見證預算的迷思 還有有志天書難把關 理性預算是不是 是不是個天荒夜談 當然在我們大家看到電視上看到 看立法院吵吵鬧鬧 好像預算是都吵鬧 但是大家會期望是一個什麼 理性的一個預算 但是這個是理論上大家會這樣起 但是是不是一個天荒夜談 很多寫者認為說這是天荒夜談 為什麼 因為預算審查 它本身來講 除了專業性很高以外 另外還有政治性也很高 因為它牽涉到說各單位的資源的角力 所以說你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又這麼專業的話 怎麼可能 你說一般人你如果沒有學會計的話 大概有時候很多預算書 連看都看不懂 那到後來就停留在什麼 這種政治角力 所以你要回到理性預算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目標 但是其實是難度很高 再來的話是說見證預算 見證預算是什麼 我們剛才有講什麼 預算來講其實每一年來講 都有一些什麼 都增加 所以有一派的寫者主張說 那我們不要 為了要讓我們預算的品質不要 我們有一些那種是固定的 或者什麼 我們只有對變動的預算 我們來審查 那些固定預算 就固定成本 那我們就不審查 這是一個 有一派的寫者是 但是這一派的寫者 有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是一個最好 沒有 另外有像零基預算 有各種的預算來講 我們他認為說 這個見證預算來講 還有很多的迷思 這是我們要討論這個 跟各位介紹這個預算來講 我們除了現況的這些說明 我們想也要有一些未來的發展 那當然最後一個是 有志天書難把關 因為我們以前看小說的話 最喜歡看到很多情節都是什麼 這個男主角一定是說什麼 受迫害 然後躲到哪邊 然後獲得一本什麼 無志天書 然後頓悟了以後 他武功功力倍增 然後就變成很厲害 然後就做了很多什麼 行俠仗義 或什麼樣 這都是武俠小說的什麼 的情節 那這裡面的關鍵 就是他要舉的一本什麼 無志天書 那無志天書都很難 那我們這個預算不是無志天書 但是對很多人來講 預算書其實跟無志天書 他是有志天書 但是其實跟無志天書相差也不多 這個是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這個有關這個政府預算審查的 這個內容的一個介紹 那這裡面來講 我個人是有一個 我有一個感覺就是說 各位來講 第一個真的都很認真 第二個各位都很厲害 為什麼我說你們很厲害 我們用短短兩個多小時時間 把這一個有志天這麼難的事 兩個小時讓大家來學習 當然我更認為我自己更厲害 能夠說在這麼短的時間 竟然有這個勇氣 要嘗試把這個預算跟大家做個說明 這個沒有說很厲害 最少也是勇氣可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她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